这车咋找我这 牛当时在那呢 牛两个当时已经确认死亡了 这个人是谁 咱们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看似严谨 但是经不住咱们的推丘 失火的轿车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我们接到报警说是三山牛场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车撞牛 着火燃烧了 民警们接到报警的时间 是晚上七点多 出事地点在远离城区的 一个养牛厂附近 到达现场时 已经是夜里九点多 发生事故的 是一辆小轿车 已经面目全非 着火着火着迷了 就剩一个架子在那了 小轿车由东向西 撞在里科并不算粗壮的杨树上 车头的右侧与树干紧紧相贴 树干也已经被烧得一片焦黑 现场是一片杨树林 好在树木的间距较大 事故只伤到了一棵树 现场周边 车身的左侧和后侧 是一大片看不到边的空地 地面都很平坦 周边也没有任何的障碍物 现场很大 很空旷 那为什么在这块 发生交通事故了 报警的是司机刘某 他正是这辆失火轿车的车主 说是他父母在那采决菜呢 然后给他发了一个定位 他就跟着那个定位导航走的 你咋闯了呢这个 我就到时候拿手机来 然后这个你就向庭院的看着 然后我就过来了 过来然后我就不知道 刘某某人和刹车在那里 我感觉我踩刹车了 就梦了 你就是踩刘某人了 不是踩刹车 在事故现场 民警们还看到另一个人 他自称是被撞牛群的主人 名叫牛某 你给他拽下来的啊 我给他拽下来的 当时车就他自己啊 就他自己 据牛某讲 因为事发时正好在场 他看到了刘某撞树的整个过程 并把他从车上拽了下来 拽下来之后 他俩走没大块 就说着火了 报警人刘某还提供了一段 小轿车着火时 他用手机拍下的视频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小轿车起火时火势很猛 火燃烧得很快 万幸的是 由于及时被养牛人 刘某救了下来 车主刘某毫发未损 但这场事故 不仅让小轿车毁于一旦 也让救人的牛某 遭遇了不小的损失 民警们仔细查看了 四头被撞的牛 它们都是成年的肉牛 身长在一米五以上 体重有六七百斤 要查清事故真相 民警们还需要了解 更多的细节 据车主刘某讲 下午三点多 他突然接到了 在这里挖决赛的母亲的电话 让他开车来接 于是他就立即驾车 从位于城区的家中赶了过来 因为养牛厂周边都很空旷 人和车又比较少 他承认自己的车速有点快 当事人陈述说 车速大约六十美 从东向西行驶 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他才感觉可能走错了路 心里有点急 再加上母亲又打来电话催促 他一时没有注意到路上的牛 等发现时 已经没时间躲闪 于是慌乱之中 迎面撞上了 游西向东行进的几头牛 其中有两头牛 还砸在了车的引擎盖上 就慌了 慌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就是一直往前行驶的状态了 对刘某这样的说法 养牛人刘某表示认可 据刘某讲 他一共养了七十多头牛 平日他每天都会把这些牛 放到附近的山坡上去觅食 到傍晚时分再赶回来 这天他刚把牛群赶下山来 没想到就在路上和刘某的车撞了个正着 事故双方两位当事人的讲述互相吻合 对于车撞牛的认定 车主刘某没有意义 对于被撞牛的数量 牛的主人也没有任何争议 按照双方的讲述 事故责任的划定似乎并不难 但是罢民警的心理却悄然浮起了一团疑问 因为我们处理事故需要证据 我们会调查清楚以后 才会给他出责任认定书 事故勘察有条不紊 时间接近半夜十一点 民警们决定结束勘察工作 之后就联系了救援车 将失过火的轿车拉回了交警队 以便后续进一步勘验 第二天 也就是2023年6月2日的一大早 有着十多年交警工作经验的 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何雪智 仔细查看了事故车辆 也听取了现场勘察的工作汇报 但还是无法对这起车祸 做出自己的判断 因为当时咱们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 已经是夜间了 可能是夜间勘察的不够仔细 第二天安排这个白民警到现场 又进行了一个复查 这是牛煮夹 我前方这个就是豆 这就是豆 车是顺着这条道走的 调查过程中当事人说 车速大约在60脉左右 但是首先从这边看路线 石头较多 这个轮胎胎纹 跟起附近有土的时候 看得特别清晰 根本就达不到60脉那个速度 连三四十可能都是问题 如果车速在每小时三四十公里的情况下 小轿车又是怎么撞上了四头牛的呢 撞击生畜的情况下 它肯定是正面撞击 顶多受重力点可能在一头 或者是在两头之间 四头被撞的牛都是成年的肉牛 它们的身高和失火的小轿车 几乎一般高 四头牛自然散开 目标又大 见到车 牛肯定还会躲闪 民警觉得 除非是驾车人有意为之 否则一次撞到四头成年牛的可能性并不大 除此之外 根据小轿车在现场留下的痕迹 民警们的心里又有了新的谜团 这个车下来的时候 方向就是直的 没有急转弯之类的 或者是急打方向 没有这些个操作 即使是有意为之 要撞到不同方位的四头牛 车辆的行驶方向 必然会做出相应改变 而这一现象并不存在 它就是笔直的一条 一直就是跟那个树发生碰撞 才停下来 车主曾经说过 错把油门当成的刹车 但是即使这样 随着油门的加大 也会产生车轮跑地 杀石飞溅的痕迹 发现很多的问题 我们自己都解答不了 在被撞的四头牛的身上 民警们也发现了疑点 撞到牲畜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有外伤的 如果车速要快的话 牛的四肢是肯定有骨断骨折的 皮外伤是肯定避免不了的 而且血痕或者牛血能溅到地上的 现场是很明显的 但是在当晚勘察事故现场时 民警们在几头被撞的牛身上 都没有看到明显的外伤 也没有找到牛的血迹 而这次复查现场 民警们还是没有发现牛的血迹 另外 观察被撞树木 除了被烧焦的表皮 在这棵树的树干上 民警们同样没有找到 任何被激烈撞击过的痕迹 按照女车主的说法 当时她的车速达到了 每小时60公里 这个车速是一定会在树干上 留下明显痕迹的 尽管对现场进行了两次勘察 民警们对整个事故的原因 依然不能给出清晰的判断 现在看这个小轿车 整个外观没有明显的碰撞 还有损坏的痕迹 处理任何事故 民警们都必须找到事故原因 也只有这样才能分清事故责任 具体到这起事故 民警不仅要查清事故 为什么会发生 还要弄清楚事故发生后 车辆为什么会起火 主要是咱们要找到 这个车的起火原因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车辆起火 车辆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只剩下了骨架 最初民警曾经推断 是事故发生时 车辆自身出现问题引发了燃烧 可能说是电路短路引起车辆燃烧的 由于车辆遭受撞击 造成电路短路 从而导致火灾 这是车辆自然事故中常见的一类 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快就被排除了 电路起火的情况下 它应该是从车头 机盖子下面 也就是说从车外开始找的 当事人却说 火源是从驾驶室内找火的 根据当时的现场情况 如果火是从车内引燃的 还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油箱或发动机遭受重创 造成燃油泄漏 从而引起火灾 然而通过对车辆进行反复观察和研判 民警们最终否定了这一可能 车辆碰撞的不是十分严重 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情况 勘察事故现场和事故车辆 始终没有取得明确进展 民警决定从车辆的行驶轨迹入手 解开心中的疑惑 在一家位于城郊的二手车市场附近 办案民警开始收集周边的公共视频 有证据表明 在事发当天 出事的小轿车并不是从车主刘某家出发的 而是从这家二手车市场开出来的 出发的时间点 也不是刘某说的下午三点 而是中午一点左右 根据调取的公共视频 民警们发现 此时坐在驾驶座位上的 并不是车主刘某 离开二手车市场后 车辆在城里转了几圈 直至下午五点多 这辆车才离开城区 静止使向事发现场 显然 这与事故当晚刘某给出的说法 并不一致 还是那个男的开的 边上坐的还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女的 开车的男子和坐车的女子 是车主刘某的什么人 开车的既然不是刘某 后来出事故的又为什么是他呢 此时 办案民警忽然想起 事故当晚 勘察结束时 刘某曾说过 有人要来接他 事故现场距离刘某家 只有七八十公里 距离赤峰市有三百多公里 刘某为什么要舍尽求远 让自己丈夫来接呢 果然 民警们调查发现 当天刘某丈夫的车 并不在赤峰市 我们就问这个车的车牌号 我们通过这台车的车牌号 形成轨迹发现 这辆车没有从赤峰 就是在临东 往往事故现场方向行事的 警察 刘某丈夫所开的车 是一辆越野车 在事发当天的下午三点左右 这辆越野车就已经在城区出现了 而驾驶这辆车的是刘某本人 除了刘某之外 车上没有其他人 看来 是刘某自己驾驶的 这辆车去的现场 可出乎意料的是 到了下午五点左右 车上的驾驶员 又换成了一个中年男子 刘某则坐在了 副驾驶的座位上 后来我们就想 可能他在哪个位置 接上这个男的 然后他们俩应该去到三山现场 调查车辆行驶信息 民警们确认 事故当天 是这辆越野车先去的事故现场 几分钟之后 失火的小轿车 才尾随而至的 但是 当晚在事发现场 民警们只见到了报警人刘某 养牛人刘某 以及那辆失火的事故车 其他的人和车并没有出现 我们回忆当天 这辆车就是在现场附近 某个地点停放 继续追踪 民警们确认 事故当晚接近12点时 这辆越野车回到了城区 并在事故车辆出发的 那家二手车市场边停了下来 民警们看到 此时从驾驶室位置下车的 是那位中年男子 男子走向了二手车市场 而车主刘某 则驾车离开了 民警们进一步核查 这位与刘某一起出现的中年男子 并不是此前驾驶事故车辆 离开二手车市场的那名男子 并且也不是刘某的丈夫 那么这名陌生男子又会是谁呢 就在民警们对陌生男子展开调查时 对养牛厂和牛主人的调查取证 有了新的进展 民警们调查确定 在事故发生的前几天 牛主人牛某 曾找过当地的一位比较知名的兽医 并把兽医请到了他的养牛厂 很显然 兽医是去给他的牛看病的 这些牛在半个月前 就开始陆续地生病 那么这些牛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在事发当晚 巴安民警也曾经发现过一个细节 这几头牛肛门都有一些外突 这样的症状 显然与车辆撞击无关 当时富有牧区生活经验的民警 就曾经推断 这些牛可能早就患有某种疾病 果然 民警们调查发现 牛某找那位知名兽医 就是去给他的牛看病的 并因是牛某家的牛 吃了不该吃的东西生病了 中午了 每年的四五月份 是草场返青的时期 草原上的牛羊 可以在这个时期 吃到嫩绿的青草 但是在当地 这个时期在山上觅食 对牛羊来讲 也时刻伴有危险 在山上呢 我们就是俗名有个玻璃虹子 这种树 在它发嫩牙的时候 这个树叶有一种毒素 如果是牛羊要吃了 会做成这个中毒 玻璃虹子又呈作树 学名蒙古利 牛羊春季食用 这种树的嫩液 会引发肠道中毒 严重地会导致死亡 而且牛中毒的症状 和事故当晚几头牛的症状 如出一辙 牛某家的牛 正是在野外啃食了 作树的嫩液中了毒 对于事故车辆的出发点 二手车市场 民警们也进行了多日的侦查 最终查明了那个 当天与刘某同车去往事故现场的中年男子 他叫于某涛 于某涛正是这家二手车市场的经营者 经查证 事故车车主刘某和于某涛相识多年 早在2023年3月初 刘某就将名下这辆失火的小轿车 委托给了于某涛来带卖 当初为了尽快能把车卖出去 刘某还听了于某涛的建议 专门给车上了保险 23年3月份 在我们投保的是机动车商业权限 包括车损三者 车损大概是6万5千元 三者是200万三者 之前没查到在我们这上 随后事故当天 驾驶出世小轿车 到事故现场的一男一女两个人 也被查评了身份 男的是这个于某涛的员工 当时那个女的 就是这个员工的妻子 调查确认 除了这个二手车市场 于某涛名下还有其他的营生 而出世的养牛厂 恰巧也是于某涛投资的 这个牛是于某涛和牛瓜共有的 因为于某涛它的时间 应该说是比较紧 你就跟这个牛瓜协商 然后牛瓜就在牛厂沟这个地方 租了那个场地来放牛 种种迹象表明 这起交通事故之所以发生 很可能不是偶然的 就在案件还在侦查取证之时 专业机构对事故车辆的检验 和车辆受损原因的鉴定 有了结果 不是由于线路短路 还有就是车辆发生碰撞后 造成的一个起火原因 是由于外来火源 造成的这个车辆起火 鉴定书所说的外来火源 明确表明车辆起火 不是撞牛撞树等交通事故引发的 而是由外在人为因素引起的 也就是说失火的小轿车 应该是被人为点燃的 那么小轿车究竟是被谁点燃的 警方立即对车主刘某 养牛人刘某展开了询问 一开始这个询问的效果不是太好 俩人还在编造一些个现场的事实 女车主一直有的就是这个车 就是他开的 牛也是他创的 就按照他们原来编造好的 共输同盟 但是面对民警提出的一些疑点 他们无法自圆其说 尤其是得知失火原因的鉴定结果后 他们不得不做出如实交代 据牛某交代 2023年5月 由于于某涛的投资迟迟不到位 牛的草料一直供应不足 不得已 牛某就把牛放到山上 引起了十多头牛中毒 当时一头牛的价格在15000到20000元之间 十多头牛中毒 直接损失接近20万元 这让牛某和于某涛都不甘心 这时 于某涛想到了一个办法 最终经过于某涛牛某的串谋策划 一个看似毫无破绽的计划出炉了 想法有了 但是去哪找车呢 这时 于某涛就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刘某 事发当天 刘某和于某涛共同参加了一个活动 然后于某涛便有意邀请刘某 到自己的牛厂去看看 当天到达牛厂后 刘某才看到自己的代售小轿车 也被于某涛的员工开到了这里 据刘某交代 当时到达现场 他还见到其他一些人 因为这个牛的体型都比较大 一到两个日 要把这个牛移动都很困难 只能是多找一些人 把这个牛运到现场 当天把现场布置好后 于某涛就让其他人员撤离了 现场就剩下于某涛 牛柜还有这个女车主三个人了 这时候这个于某涛让这个女车主上车 上车前面就有棵树林子 有棵树 他让这个女车主撞树 女车主也懵了 见女车主没有动 于某涛索性自己就上了车 然后开车撞到了树上 据牛某交代 随后他听从余某涛指挥 找来一小桶汽油倒在了车身上 然后用打火机将车点燃 汽车要动汽油 人家说得非常快 非常迅速 没用多长时间 就把这个车 收的就剩一个架了 完全收回了 据刘某交代 车烧毁后 于某涛催他赶紧向投保的保险公司报险 直到这时 他才恍然大悟 明白了于某涛骗保的意图 后来 刘某在向警方报案时 于某涛就趁着夜色躲藏了起来 机关算尽的于某涛本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却不想他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被警方一一识破 看似严谨 但是警方就将于某涛抓获 聪明犯被聪明误 在鉴定书面前 于某涛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咱们也正够这些犯罪分子 只要你违了法 违法 必备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